请问 哪间是爱情愤的办公室 那边 谢谢 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等等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秦芬的照顾 还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多亏了你 你说 我该怎么感激你呢 您太客气了 你在这儿等他吧 我先走了 监经理 监经理 我有急事 能不能召集大家开个会 开会 对 就现在 请大家看一下手上的提案 租车 看来咱们要改行了 这是什么 张总 这是我最近突发奇想的一个计划 也是今天召集大家开会的主要目的 据我调查 在广州已经有很多家汽车租赁公司 而且 利润都非常好 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 租车已经相当的普遍 而在我们本地呢 汽车的销售市场已经处于饱和 开拓新的客户 非常的困难 而等待老客户换车 又需要一个非常长的周期 所以我认为 也许租车这个行业 是我们的一条新的出路 租车的客户 那时候就有保障了 我们不妨尝试一下 比如上次来店里闹事的赵先生 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吧 他现在需要八台车 而手上的钱只够买一台的 如果我们有了汽车租赁部的话 公司的闲置车辆也会有出路 这个案子我昨天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非常的好 这对公司拓展业务有很大的帮助 各个地区就应该根据地方的特点 应地制宜 不要被传统的思维困住 对对对 就是就是 我反对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现实 首先租车的费用很难提高 这个行当如果门槛一高 那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其次 每辆车都是有使用年限的 人工折旧算起来 到底能有多少利润 是不是真的对营业额有所帮助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 不要一谈什么就是 钱啊利润啊营业额什么的 我们应该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 刑犯这个案子上也提到 现在机动车驾驶照是三千万 可是机动车却只有一千四百万辆 也就是说本多车少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所以汽车租赁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当然一个新兴产业最初肯定是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可是我们进入的越早 日后竞争力就越强 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做销售的不谈钱谈什么 别说长远计划了 只要是一个季度的业绩不达标 公司马上就会让我卷铺盖走人 如果到时候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谁负责呢 我想你是误会了 这件事情跟销售部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我希望能够独立结算 也就是说重新成立一个租赁部 由爱琴奋泉泉负责 市运营期间 我希望张总能够大理的支持 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车辆 这件事情将会是公司今年重点发展项目 不是小打小闹 要做就要做大 当然我们也知道 一个新兴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宣传 要让大家从心理上接受它 所以我们要办一次隆重的新闻发布会 来招待我们的客户跟媒体 这件事情也由爱琴奋负责 詹总 你觉得怎么样 好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很有想法 不过只要是这个公司支持 我一定会积极配合 积极配合 太好了 至于你们销售部门 还是继续做你们的事情 这是两个独立的部门 不要互相干扰 当然 有的人也不要企图把自己业绩不佳的原因 归咎到别人身上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说 我们是一个团队 要温暖 要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只有这种气场 才能感动你的客户 如果太功利 太气势凌人 张口闭口就是钱 那么一定会把你的客户吓跑的 留不留得住人 不是你说了算 如果你来这儿 只是为了做人身攻击的话 我还有很多工作 菲菲 菲菲 你看她这是干什么 对不住大家了 我就是发表一下个人观点 没想到有的人对号入座 不好意思 这 这 这 散会 散会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他凭什么 他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 说三道四的 我不像你 我不怕得罪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是无辜的 你无辜 我看你是卖乖吧 你给我出去 我不出 出去 干吗呀 出去 这条箱 4S店它不是为了赚钱 难道是为了成立大家庭啊 我是为销售部门的经理 我不树立微信 我怎么领导我的团队啊 我不为大家 树立一个赚钱的目标 难道我要当一个 无私奉献的奶妈呀 什么逻辑 不是 这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他为什么要针对你啊 因为 因为什么呀 你们不会在广州 发生什么事了吧 误会你跟爱心粪 这也太扯了 我们 你不会真跟爱心粪 接吻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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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俩 这 你 这么大反应干吗呀 我都后悔死了 我都觉得我疯了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我 我 锡锡 别别别别憋着 别憋着 我 你 你 怎么 是吗 生我气了 我觉得你做得太过分了 你可别以怨报德 我是在帮你 那你也没有必要对钱菲菲内容太多 我说的可句句都是实话 一个做销售的那么冷冰冰的怎么可以 这叫良药苦口 我哪知道她有那么大反应 再说了 作为一个销售经理 应该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是跟承受能力的 我说的话并不算过分的 其实我觉得挺奇怪的 你说她明明喜欢你 干吗又要反对你的计划 你别乱说行不行 不过你得记住了 公司有规定 内部谈恋爱 至少有一个得离开公司 这个 你别忘了 来 帮我把这个复印了 秦泛 我这次来得匆忙 薄衣服没带够 你陪我去趟巴黎春天选选吧 行 那我先去换衣服 快点啊 吃饭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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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开车的你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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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啊 咱俩也真有缘分 我一年也就碰到过几次 那么没有素质的人 今年真巧 次次都是你 周知 真倒霉头 前经理的完美男人 又来接他下班了 完美男人 真高兴 我这是顺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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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诚情不想让我上去是吗 你上去也白上去 爱勤奋不在 那他上哪儿去了 他刚开车出去了 你没看着啊 开车 他哪儿来的车呀 你不就不想让我见到他 他陪他前女友出去逛街了 他陪他前女友出去逛街了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啊 说 这个人又不是这批话 这个人又不是这批话 咱哥 咱哥 我们这个地方反正什么人都有 你们都挤在这儿干吗呀 你的完美男人要请我们吃饭 对 周哥请我们吃大餐 不是什么大餐 大家伙聚聚嘛 是吧 那上 一 二 三 一辆车还坐不下 这么着 女孩都上我车 老夏 你们俩打车跟着我 行 跟着你 走大餐去了 这还有性别还有差异啊 走吧 你坐后宵 你坐后宵 师傅 今天坐 周哥 我敬你一杯啊 你小心 大家一块儿 大家一块儿 好好好 我们也跟着我们经理沾光了啊 谢谢周哥 谢谢周哥 一顿饭 来来来 你们说是不是 好 那你爹也太可怕了 她也太明目张感了 也怕她老公吃她 我跟你们讲啊 现在的女人啊 她要是疯狂起来啊 那可真是不得了 挡都挡不住 可是我就觉得有一件事情 我搞不懂啊 你说这个爱情粪 她是什么魅力呢 人家这个女人可是要钱有钱 要模样有模样啊 嗯 她怎么就能死气掰的 看好爱情分了呢 她要真是看 也应该看 像周哥这个样子的 这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就是觉着吧 租车这事不靠谱 你说租车能挣几个钱啊 这难不成咱们每月拿死工资 然后拉一活挣几十块钱 谁一干啊 你干吗 你干吗 可兒行 谁啊 老青 老青 我先走了 好的 慢走 好 您好 什么事啊 请问展明呢 展明 展明早走了 都几点了 下班了 你们今天没有加班吗 加班 加什么班呀 我们老板最不喜欢加班了 他有句名言 什么事拖到加班完成的话 这公司就快垮了 你是展明的客户吧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不是 你们这说到谁呀 你不知道啊 对我们总公司一女一搭 看上爱情分了 今天跟我们前经理作对 说的话那叫一个难听 你气我干吗呀 没气啊 我又没有说错 这爱情分也不必要走什么狗食院 这么多女人喜欢的 吃饭吃饭 不嚼舌头你们活不下去啊 有时间你们多想想你们的业务 别让人看不起 你们要做得好 我说话也能硬起点 我说话也能硬起点 你来喝酒喝酒咱们敬一下敬礼 对对对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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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了 我错了 但是这真是一特重要的客户 那明天呢 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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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也要加班啊 明天还要加班啊 没办法 怎么了 生气了 生气了 没有 没有口福呗你 这个汤我只好自己享用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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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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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烬 我去哪儿 可奈 这挺好的 厉害 你好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你帮我拿一个他能穿的号 好 请你稍等一下 你干吗呀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你用别的男人的钱给我买衣服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对不起嘛 我忘了 你在哪儿呢 阿里春天 哪家店啊 怎么了 站住 看见我了 跑什么呀 好几年不见 长成大美人了 不要脸 说什么呢 说你呢 听不见吗 请问 咱们走 不准走 你 干吗 当初为了潘高章 把男朋友甩了 现在又回来骚扰 你不觉得这样太可耻了吗 葛小美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儿瞎闹 别像个泼妇似的吓让 是吗 你才泼妇呢 吴兴 张美 你别闹了 情分 爱情分 你给我站住 别拍了你们 对对对 别拍了 什么啊 到了 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那种特别坏的女人 怎么会呢 你别往心里去 葛小美她就那脾气 就那么葛 那你现在 还恨我吗 我从来都没恨过你 你对我的好 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辈子都会记得 我们之间发生过那些不愉快的事 我也会把他们都忘掉 可是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不可能再从来了 不可能再从来了 是因为你现在 已经来爱上了别人了是吗 我会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小美不哭了啊 来 哭了 她一会儿回来啊 我骂她 你怎么才回来啊 还不快卷卷小美 哥 你就等了爱皮道吧 这怎么了这又 别说话 爸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林欣在你们公司上班 这两天你都和她在一起 是啊 你给我出去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妈 你这没骨气的东西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 这个家容不下你 妈 你听我说啊 说什么呀 嫌我们家穷的时候扭头就走 一点旧情都不念 现在倒好了挣了钱了 又回来找你了 她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吧 可是爱情分我问你 你这样做对得起小美吗 你不觉得丢人哪 妈 你呀 先把事情问清楚再说 问什么 她竟敢欺负小美 她凭什么欺负小美呢 现在情分好容易找了个工作 她又像狗皮膏药一样贴着不放 甩都踩不掉 妈 小美不懂事她误会我 你也误会我呀 谁误会你了 我明明看到你们两个 你看见我们俩什么了 她是来视察工作的 她是领导 我得陪着她 领导 她嫁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总公司一个大股东 她最近来这边出差 公司知道我们俩原来认识 就安排我全程接待 我也不想去 我也没办法呀 而且我都跟她说清楚了 现在我们俩就是工作关系 你们别瞎猜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怎么这么倒霉呀 打工都打到他们家去了 儿子 咱不干了 咱换个工作行不 咱不受他这个气 妈 我都想开了 给谁打工都是打 换一个地儿也不一定就好 现在我就全当是学习了 等自己真有了本事 把钱还清了 自己开个公司干 谁的起在也不受 是吧 行了 小美 别哭了啊 是我不好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 你赶紧把她脸擦着 我都哭成熊猫了 不哭了啊 好了好了 没事了 谁让你不早点告诉我的 好了 小美 不哭呢啊 方尼 这是新来的文件 你看一下 好 谢谢 来 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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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什么事啊 昨晚回去 玫瑰搓一把啊 那什么意思啊 你这能藏着掖着的啊 换新妞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昨天她来的时候你在 对啊 她找你 手里提个保文凭 然后我说你没在 她说你不是下班了吗 我一吐吐嘴 说我们公司从来不加班 后来我看她的表情 我才反应过来 我说错话了 展明 你是不是交财两只船了 我跟你说你什么都好 这嘴太浅 以后你少说两句 没人把你当哑的 去去去去去去 这家伙 你是不是交财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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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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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愿意 感谢观看 快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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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辞职 是我 你别死不大不了的 就是靠女人吃饭嘛 有什么不如为个好女人啊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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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妈从老家看来的橘子 特别特别的甜 包给你吃哈 不用了 别用 艾总 我这儿有份客户资料 您看一看 挑一挑 看好了 您 您就拿去 不太好 好 习战啊 真没想到啊 看起来你小子果然有一手 能让林总对你念念不忘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不分你我 你的就是我的 我就是你的 哎 中午想吃点什么 我去买 我请客 不用了 今晚 我说什么来的 这回 我可辞不了职了 是你通风报信的吧 不用说那么难听吧 葛小美来找爱勤奋 我只是说出了实情 你真可悲 什么意思啊 心里明明喜欢一个人 又不敢说出来 只敢在背后搞小动作 我真看不起你这种人 你看我 有本事耍了爱勤奋 再把他追回来 你有吗 我 太可怕了 他就是故意气你呢 你千万别伤当了 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他说了什么 是 你是不是真的 喜欢张艺勤奋了 我 是 真对不起啊 没想到事情会弄什么这样 你说对不起干什么 该道歉的人 应该是我 可你毕竟是公司的高层 出了这种事 我真担心你回去以后 影响非常不好 回去 谁说我要回去 反正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来都来了 就得做点事情才能回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把租林部 搞得风生水起 什么呀 这事啊 完蛋了 完蛋了 把自己给挽进去了嘛 不会吧 怎么可能啊 岳小圈觉得最后大逆转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早啊 看什么呢 来 谁呀 哎呀 你 你干嘛呀 你 你干嘛呀 别给我装蒜 藏得够盛的啊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好人 原来坏人藏这儿了 别他妈想梦我 你干嘛呀这是 你说干嘛 前两天才两单生意 突然又剁了两单 爱心份给你的吧 我告诉你 压是老板娘的人我惹不起 但是我惹不起她 我惹不起你 没想过这样开始 没想过这样开始 不知道如何停止 我需要你的坚持 你需要我的诚实 虽然你不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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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是个王子 所有美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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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个人很不知 封一个爱的契约 顶一个爱的契约 穿过茫茫的黑夜 路途难免有风雪 不会让心熄灭 用一个爱的契约 对抗冰冷的世界 无论你想走多远 记得我的爱的契约 记得我的诺言 记得我的诺言 另一个爱的契约 穿过茫茫的黑夜 路途难免有风雪 路途难免有风雪 不会让心熄灭 用一个爱的契约 对抗冰冷的世界 无论你想走多远 无论你想走多远 记得我的诺言 记得我的诺言 另一个爱的契约 穿过茫茫的黑夜 路途难免有风雪 不会让心熄灭 不会让心熄灭 用一个爱的契约 对抗冰冷的世界 无论你想走多远 记得我的诺言 幸福